那边的阵亡率就是人进入战场 到基本上你死8到10个小时 就是这么快 拍影片分享战场资讯 欧战争开打两年多 不少中国人为了抚恤金 也跑去当俄国雇佣兵 但最近却传出有人被派到前线 直接变炮灰 我听说刘洪伟是踩到这个触发式地雷 炮弹 把腿炸他们之后 这边的投弹机 五个弹 人没了 另外一个小个子 刘洁是两个FQA 消息来源指出 这两名中国籍雇佣兵 其中一人六月初才刚加入俄罗斯军队 经过简单适应性训练后 就被派到突击队 起初还不完全指导任务 最后在前线存活时间 只有短短一天 很多人就是瞒着家里边的人来这边的 至少心里边有个着落吧 这名塞俄中国籍士兵更指出 以前同吃同住的同胞 目前已经走了四位 网路上更流传一段华人士兵 包着绷带满脸试伤 遭乌克兰军队俘虜带走 尽管养中国籍士兵拍片 劝告大家别再自投罗网 又网友指出 俄军故意让外籍雇佣兵 去最危险的地方打仗 就是看准雇佣兵一旦身亡 家属有很高几率 不会领抚恤基因 方便俄罗斯厚脸皮赖账 在新闻黄泉一报道